因为在台湾演了也是四五年的戏 然后就想说有更大的市场 因为台湾的戏就是偏的角色 就偏向校园剧悬疑 但是它就很少一些古装 或者是更大的能发挥空间 例如说这边能拍民国 拍战争 科幻 在这边就可以完成你的演员梦想 画面中正讲述自己故事的 是90后青年演员任思琪 来自台湾台北的他 自幼对表演充满热情 为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 他在2017年来到大陆 开启北漂生活 后与妻子彭高畅 英系结缘 相知相恋 在大陆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2023年 孩子的到来 让任思琪决心用更多的时间 陪伴家庭 于是来到妻子的家乡创业 在湖南长沙开了首家台湾麻辣臭豆腐店 谈及选择长沙这座城市的原因 任思琪告诉记者 长沙创业成本较低 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 在这里推广台湾美食大有可为 2024年春节期间 任思琪的店铺仍正常营业 吸引着人们前来尝鲜 我现在可以在湖南地区 为大家心中种下种子 他可以不来尝 但他知道 哦 有一个台式臭豆腐 我可以等到他们来的那天 因为我们觉得说 两岸毕竟是一家人 包含我外公山东人 外婆北京人 他们常常会很思念家乡 我们就是同根同种的 两岸的东西 可以互相去做交流 任思琪透露 如今92岁的外公 虽生活在台湾 但从家乡带来的 吃馒头的习惯 一直延续至今 这让他意识到 传统美食是记忆 是传承 也是思念 为了维护这份特殊性 他对店内食物的要求 更加严格 不仅联系台湾厨师 对产品进行把关 还增加了卤肉饭 冬瓜茶等多种选择 希望将递到台湾味 和优质服务带给顾客 因为你在饮食行业的话 你是服务于观众 我说的服务观众 就是服务镜头 表现表演跟角色 突然你要去离开这个镜头 去服务到人群的时候 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方言 每个地方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 那怎么样去接触他们 怎么转换我们的品类 或是营销方式 怎么去寻求跟客户沟通 对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任思琪介绍 未来他打算将店内小吃素食化 借助大陆发达的电商环境 让其他省份的食客 也能品尝到来自台湾的美味 他还常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生活的点滴 鼓励台湾同胞 多来大陆走走看看 希望能以美食为界 吸引两岸青年 走进彼此的生活圈